提到无处不在的真菌 那一般上我们都会想到蘑菇 或是食物表面上的霉菌 但是你知道吗 真菌其实也可以作为建筑材料 英国建筑公司正在从菌丝体 培养出建筑材料 用3D打印出真菌块 这些真菌块可再生再解铁 还有呢 可以减少建筑业的碳排放 用蘑菇来盖房子 听起来就像是童话故事的情节 但现实生活里确实存在 从菌丝体打印出来的建筑模块 英国一家建筑公司正在研发 可减少碳排的真菌建筑材料 只要用3D技术 就可以制作出任何你想要的形状 换言之 这些真菌块不像是一般的砖块 四四方方 而是可以制作成任何你想要的形状 不起眼的蘑菇菌丝体 未来有望为建筑业做出一大贡献 我的左肩膀是一个示范框架 在范框架上你能够制作成任何形状 但我们觉得它是重要的 做成任何形状 建筑不同的方式 资源的永续利用和良好的生态环境 逐渐成为各个行业的焦点之一 尤其是对碳排放产生巨大影响的建筑业 数据显示建筑业占全球碳排放量的四成 部分原因是建筑业大量使用钢铁和混凝土 这两种材料是地球上碳强度最高的材料 当然如果要论稳固性 单靠菌丝体肯定不行 因此研究单位还在探讨 如何将真菌等材料 培育成可承重的建筑构建 军丝体复合材料 可再生 可生物降解 对环境的影响也最小 加上它们比较轻 具有出色的绝缘特性和高防火性 团队目前正在研究 如何让生物复合菌丝体 免受水和湿气的影响 希望对环境友善的真菌建材 未来能够加以应用 为保护环境尽力奋力 对环境尽力奋力